把水打開,把整個身體弄濕之後 我會先擠一點沐浴乳 把我全身最油的部分清潔過一遍 像是我的臉,我的頭髮跟我的背 這樣清潔完之後,我比較油的部位就會稍微不油一點 我們就可以開始正常的洗澡了 如果省去這個步驟,我的洗髮乳要擠超多 洗面乳洗完臉之後,我的臉還是超油 所以這間公司叫做Light Face 他們就找我來合作 因為我的臉真的是油油的 然後我的肌膚狀況好像也不太好 那為什麼桌上有三罐東西呢? 因為他們就只有這三種產品而已 他們有一個理念就是要用極簡的方式來保養你的肌膚 所以他們覺得用三種產品 就可以讓你的肌膚保持滿分的狀態 我也不知道,等我用一用看再說 簡單來說,這一罐是洗面乳 這一罐是保濕的 那這一罐呢,非常特別 它的名字也非常特別 它叫做有光海藻圍巾幻膚霜 好像很神奇的名字 我們來看看它的網站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它的網站有寫說怎麼樣的膚況適合使用 那像是毛孔粗大 粉刺問題痘痘 皺紋變多 還有 膚色暗沉 都可以來使用這一瓶 好像是魔法藥水一樣耶 反正他們的網站介紹也非常清楚 有興趣去看一下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我們就直接來使用看看它的產品 那我的計畫呢 就是我們每天使用這三罐產品 一個禮拜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一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像是我的臉變成怎麼樣啊 或者是我感覺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現在差不多洗完澡24小時了 我的臉應該是超油 你看我的頭髮閃閃發光 就是超油的概念 那我們就直接來用我們的洗面乳來洗洗看囉 OK 我們洗澡回來了 那這個洗面乳呢 用起來我覺得還蠻讚的啦 但是今天才第一天 那我鼻子 已經有一點油油了 我才剛洗完澡 但是第一天啊 我也不能說什麼 那它的泡泡質感很特別 有點像是拿液體 有點像是拿牛奶在洗臉的概念 就是它搓起來的泡泡非常細 感覺就是 不會像平常的洗面乳一樣 搓起來就是上面有一些 你看得到的泡泡 這個搓起來 根本就是乳白色的東西 然後抹在你臉上 然後一下就消失了 很神奇 然後這塊洗面乳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讚的 它就是 淡淡的香味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香味 但是就是 不會像外面賣的 什麼檸檬清香 然後就是 整個都是檸檬的味道 這個博士就是 一個非常淡的味道 不會讓你 就 清淡 不是重口味的 沒關係 這是第一天而已 我們看連洗氣天 會不會讓我們的皮膚改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用用我們的 保濕 OK 那塗完我們的保濕精華 那這個應該就是我們傳說中的就是 什麼 不油膩嗎 然後 插上去吸收快速嗎 之類的 反正塗上去好像就是水一樣 然後就是塗上去就消失了 真的啊 就好像在 把水塗在臉上的感覺 但功效也不知道 等七天再說吧 OK 那我們洗完臉 用完保濕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用這個 有罐還在微鏡換一副霜 不知道要用多少 我們就用 隨便用 OK 那我們塗完這個有罐還在微鏡換一副霜之後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塗完我的手 油油了 但是很神奇的是 我的臉 整個 塗完的地方 沒有油油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的手吸收比較不好嗎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的手油油的就是了 那我的臉塗起來就跟它一樣 好像在塗水一樣 塗一塗 抹一抹 它就消失不見 很神奇 好啦 這是我們第一天 那我們接下來就 持續使用一個禮拜 再來跟大家 一天一天的做分享 OK 過了一整天 那我們又來到我們的洗澡時間 我自己是覺得我的臉好像 變得比較不油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是我是覺得比較不油一點點啦 好啦 那我們繼續使用我們的 Lightface洗面乳去清潔一下唄 OK 那我們用我們的洗面乳洗完我們的臉了 然後我又發現一個 瞬奇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擠一點在你手上 你把它搓均勻 你會看到白色的液體在你手上 但是你一把你的手 放到你的臉上 搓個五秒鐘之後 你會感覺 它的液體 完全消失 好像我又在搓水一樣 我也不知道 是我擠太少嗎 還是怎麼回事 明天試試看 擠多一點會發生什麼事 今天我已經洗完臉了 但是我沒有拍攝 before的部分 那因為我今天有出門 所以我覺得髒髒了 我趕快洗完澡 我們才能 又來到我們的洗臉前分享時間 那我今天覺得我的臉好像比較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特別油 反正我們就直接去洗臉吧 這個油光海藻微鏡換褲霜 它有一點神奇 就是我塗上去我會覺得 癢癢的 然後我就是 在網路上看 然後他們是說 可能會有次次的感覺 那是正常 但是我自己是感覺 癢癢的 我也不知道這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反正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副作用啊 就是 稍微碰到它好像 有一點癢癢的 就會想要去 摸一下臉的感覺 OK 又來到我們的洗臉時間了 那我們今天呢 臉還是有一點油 然後我的肌膚狀況好像 也還是維持一樣 像是我有痘痘 現在好像又要快 冒出來 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們再去洗一下臉吧 OK 又來到我們的洗臉時間啦 洗臉時間 那我們使用Lightface的產品 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好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那我覺得最厲害 就是它的吸收 非常非常快速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年輕 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吸收非常非常快就對了 塗上去 一分鐘之內 就是 完全消失 你也不會感覺 連油油的 那你就可以塗上去 馬上就去睡覺 洗面乳的部分呢 我就這整個禮拜 我都只有用這一罐洗面乳 我沒有使用 我舊的那種 兩次的洗臉方法 就單純使用這罐洗面乳 那它洗起來 也非常非常的溫和 它不像我之前的洗面乳 好像洗起來 洗完 就整個臉乾乾的 我一開始以為 洗完 還臉油油的 但是其實那是水分 因為是我之前的那個洗面乳 可能太強效了嗎 所以把我的水分帶走 然後我已經 習慣了那種 已經把水分帶走的感覺 所以用這罐 我就忽然覺得 好像臉油油 但其實那個根本不是油 那個是水分 所以這才是正常的 所以這罐洗面乳 它就是比較溫和 所以就是 有洗跟沒有洗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它已經把你的臉的髒污 跟油帶掉 然後就是保持原本的樣子 你也不會有感覺什麼刺激的感覺 非常神奇 那下一罐就是我們的保濕 那我覺得保濕就是看個人需求 因為有人就是特別乾 有人特別濕 那你特別濕 像是我可能算是剛剛好 所以你有的時候比較濕的時候 你再來塗這個 你就會發現 你吸收速度變慢了 那最後一個 這就是我們的有光 海藻微鏡混合霜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是 它三個產品裡面最厲害的一個產品 那它真的改善我的皮膚 尤其是這裡面 這兩片的部分 我覺得改善還蠻多的 雖然我的臉還是有痘痘啦 這沒有辦法否認 但是才一個禮拜 你要怎麼改善你的痘痘呢 有改善這裡 我覺得就已經還蠻厲害的啦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就是它的蓋子打開之後 我們就直接看到裡面的幻膚霜 但是沒有任何的小小湯匙之類的 所以每一次使用 我都要把手用得很乾淨 然後很怕污染到其他 還沒有用到的部分 OK 這是我們的一個禮拜使用心得 那如果對這些神奇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我會在下面放連結 有興趣就去參觀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的影片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